自有人類文明存在 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岸 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這個就是農場道 這裡是天橋 從彩虹道走過來 絕對不用走到天橋 它在遠處 你看到盡頭的車 左手邊那條線去到盡頭 那裡就是牛豉灣 究竟它是不是走這條路線 如果一個大圈走上來 絕對都不是 因為如果它走這條路 是會遠很多 當日沿途都是抄襲徑 這樣去走的 不過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現場的山坡 遠處上面 你都說小不小 大不大 這個山坡其實四通八達 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 你現在就說日光日白姐 當日的女孩子 她在這個山坡的時候 其實可能已經是推斷 走上去可能已經是七點五 那她死亡的時間 跟她的上司 丟下她在彩虹村地點站的時間 其實是非常吻合的 左邊你看到 上面不是有一些樓 她的女孩子就是住在那裡 就是住在那裡 於是她不走這條大路走 她不走這條大路走 走在山上 避免了在左邊 迂迴曲折的一個馬路 這樣走 她當日是沒有走這條天橋 不過我找了一個比較好 當時有這條天橋嗎 應該就沒有 應該就沒有 應該就沒有這條天橋 我拍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給你們遠處看看 究竟這個地方的範圍是怎樣 彩虹村的空手會不會經彩虹村走 稀水池當年究竟有了嗎 我沒有記錯 好像都是沒有 稀水池沒有 這條路就是再直上 就是一個庫山村 和鑽石山的火葬場 你直走 走到沒有多遠 右手邊就是一個叫分科醫院 右手邊現在 藍色那裡就是一個運動場 那分科醫院再走 大概是三分鐘這樣的路程 不過這個女生就算回家 我相信當日是沒有經過這條路的 她是不會經過這條路的 因為我找到另一條路可以進去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那條平山道 這個小學就是培敦小學 培敦小學 左手邊培敦小學 右手邊就是一個分科醫院 上面這個山頭 你看上去 當日這個女生就 她不走這條路 這個路是 如果她當日走這條路 她就不會經過山頭 她是抄牛池灣後面那裡上去 然後經過分科醫院 正正對面有一個石級 我問了人 她說再前一點牛池灣上去 她說正常人人就不會走那裡 她說居民多數回去 她去瓶山院那裡 瓶山院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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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走這條樓梯 那我再給這條樓梯 大家看看你就明白了 她當日就選擇了沒有直去 如果直去經過分科醫院轉右 她就會繞一個斜路才回到家 她就沒有經過分科醫院這條路 她就直接解僱了分科醫院對面的山路 你幻想一下現在是晚上7點 正常人人想未必會走 但我上去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改觀了 我覺得她真的會走上去 因為其實挺開揚的 是挺開揚的 你現在看可能都會不太仔細 但當你慢慢的樓梯走的時候 你見到再拍下來 或者在那裡沿路走的時候 你有沒有上去過加頓山 即深水埗的加頓山 雖然她是很安靜的 但是加頓山那段路 可以說是挺開揚的 挺開揚的 其實我住在深水埗加頓附近 其實我之前在裁判處下車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都會兜捷徑走回家 又是經過這些小小的山路 很開揚的 有很多級的樓梯級 但我都會走到晚上 你大約知道的環境 那我還會有些影片上去看看 上去是怎樣的 有多開揚法 她在地鐵站哪條路過來 她會被人跟著 空手在哪裏出現殺她